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五号车论 我是元胜 2024年春节刚刚过去 比亚迪就把一众的合资品牌都摁在地上摩擦 先是推出了7.98万元的 琴plus的荣耀版车型 紧接着又是海豚荣耀版 而今天他们又要推出这台 我身边的比亚迪汉DMI的荣耀版车型 并且这台车的slogan 和之前的琴plus荣耀版是一样的 都打出了电比油低的这么一个slogan 意味着这一台车的整个策略 也是这种减价而且增配的整体的策略 价格应该是非常有惊喜的 那么这台车具体升级了哪些地方呢 本期视频一起和大家去聊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整体的外观部分 整体的设计和2023款的车型其实是差不多的 只是增加了两个不同的配色 一个是木山子 另外一个就是我身边的这台 银又白的一个配色 这个银又白的配色老实说 我自己看起来真的是挺喜欢的 它有点像是唐朝的那种官瑶的 这种瓷器的颜色 特别显得有质感 要知道今天是龙脸嘛 配上这个Dragon Face的龙脸设计 是有没有一种国潮的感觉 而这个颜色呢 我今天专门穿了个白色的衣服 大家来对比一下 就是它会比较的灰一点 挺有质感的是吧 而另外一个颜色呢 就是它的木山子的一个配色 不过那个配色呢 只出现在和EV荣耀版车型上面 DMI的版本其实是选不到那个颜色的 大家需要去注意一下 还有一个升级点呢 就是偶运辉的一个内饰的配色 这个内饰的配色 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它这种颜色也是介乎于浅色和白色之间的这种颜色 你既不用担心说白色的内饰容易脏 也不用担心说我深色的这些内饰会过于的沉闷了 你要知道这台比亚迪的汉呢 是一台2020年推出的车型 距今已经四年的时间了 但是搭配上这种全新的外观的颜色 包括全新的内饰的配色以后 整台车的整个外观的设计 依然能给你很好的质感 至少我觉得在今年啊 对比很多合资品牌的新车 这台车的颜值依然足够的能打 当然了这次的升级 它还有很多在配置啊 包括像是智能化部分的一些升级 现在我们把它开起来 再和大家好好去聊一下 好了我现在开上了这台比亚迪汉DMI荣耀版车型啊 这次这台车的整个策略 其实和琴Pulse DMI的荣耀版车型是比较接近的 它并没有出现像是海豚荣耀版上面那种 影响你购买决策的这种底盘悬架 机械部分的这种变化 整个底盘包括动力系统 还是和2023款的汉DMI是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他们工程师说了 它的底盘悬架还是进行了一定的这种微调的 我今天试驾下来 我觉得只有两个场景 是我觉得整个底盘是有变化 第一个是经过一些颠簸路面的话 你会发现整个底盘的这种紧绷程度要更加的好 第二个呢 就是经过今天这种云南高速上面这种沉降路段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的整个后旋这种扎实程度要更加的好 并不会出现说2023款车型那种经过抛跳之后 还要晃几下才能沉降下来的这种感觉 整个底盘是要更加的稳重了 当然除了底盘这种细微的变化以外呢 整台车开起来 其实就和老款的车型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整台车还是比亚迪还一贯以来的这种特别平顺 然后开起来特别轻松的整体的氛围 并且隔音真的是非常的好 哪怕车速去到120 整一个隔音依然非常非常的安静 不得不佩服现在比亚迪的整套的NVH的这种控制 真的表现的特别好 而这台车更多的升级和变化 其实是集中在舒适性的配置 以及是智能化部分了 舒适性的配置呢 主要我今天开过来 开了两个半小时啊 这个主架的座椅是支持10点的按摩的 如果没有这个10点按摩 我今天一路过来应该是我的腰应该会受不了 而且这个座椅还支持座椅的通风 座椅的加热啊 所以在功能配置上面呢 中配版本的车型已经能给到你很好的这种享受了 包括我前面也有了这种HUD的抬头的显示 整个看路啊 包括像是安全性科技感的变化都会变得更加的好 中配版本车型以上还会有香薰系统的加持啊 同时看到我的中控的这块屏幕 你会发现它的整个UI的界面现在也不一样了 是吧 现在它的整套系统是支持到D-Link 100的这套芯片啊 整个算力的表现其实是要比主流的8155的芯片要更加的好 我给大家画一下是不是挺顺畅的是吧 而且呢 整个的UI的界面其实和我们之前试驾的同时N7上面的的非常像啊 并且它也可以像是N7上面一样去选择你的主页面是地图还是壁子啊 你自己喜欢哪个你自己去调就好了 同时还有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功能就是它的3D的数字车啊 这个功能场景呢今天一路过来有一个场景我觉得可以和大家去分享特别有意思啊 就是后排车窗如果没有关的情况下我在开车可能不太方便去操作 那么我就可以请我的摄像老师去帮我去操作啊 通过它的这个3D数字车 然后很方便就能找到它的后排的一些操作的按键 然后帮我把车窗关起来 或者是调节一些车内的一些功能的设置啊 是不是真的挺直观挺方便的是吧 另外我聊一下大家很关心的就是现在DMI版本的荣耀车型 有没有下放它的一个云脸C的底牌的控制系统呢 很遗憾啊其实是没有特别是120公里的版本呢 也没有它的云脸C还是一个FSD的这么一个避震器啊 只有到了200公里的长续航的版本才会有云脸C的整套的底牌控制系统 这一点大家需要去注意一下啊 而一会儿把车停下来再去给大家去总结一下这台车吧 截止到视频的发布啊 这台比亚迪和荣耀版车型应该已经公布了它的最终的一个售价了 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惊喜而且很有竞争力的一个价格 看到这个价格我估计很多合资品牌燃油车的车企们估计要骂娘了 哇你表弟这个价格难道又来搅局吗 你让我们还怎么活啊 你这不妥妥的大厂带头以本商人吗 但在我看来荣耀版车型的推出无疑是非常聪明 而且很理性的一个做法 原因有三点 一来是之前中气鞋其实就已经做过2024年新能源车市场占有率的一个预测了 不会像是2023或者是2022年那么大的一个市场占有率的一个增长了 所以你必须得降低价格去抢占更多新能源车市场了 第二来就是麦腾包括凯美瑞 他们其实在这个市场当中的份额依然是不小的 那么降低了价格之后呢 你就能够去分他们的一个蛋糕了 第三点呢就是出于比亚迪DMI系统的整个布局去考虑的 之前其实就传出了消息 2024年比亚迪将会推出第五代的DMI混动系统啊 它的整体的能耗会更加的低 而且呢会更加的平顺更加的好开 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让这一套DMI继续发光发热 无疑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 唯一呢就是合资品牌燃油车的车企们呢 心里可能会不太好受 因为他们的压力真的挺大的 但无论怎么说都好啊 比亚迪越来越卷 最终受益的其实都是我们这些消费者啊 对于是我们这些消费者的消费者的消费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